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野火肆虐 火光把夜空染得红通通 场面优如灾难电影情节 这场森林野火从美国时间 星期一傍晚开始燃烧 加州南部好几座城市 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成千上万人撤离家园 大火从加利福尼亚南部 一路延伸到洛杉矶新藏地带的 高级住宅区 覆盖9万英亩土地 烧毁至少150所建筑物 洛杉矶消防局局长透露 这是他职业生涯里面临的最严重烟火 明天是296 这是我从来的最高的数据 我从来的最高的数据 我从来的最高的数据 这个预算是165 明天我告诉市长 这是我从来的最高的数据 我从来的最高的数据 那是266 明天是更高的 除了地理因素 加州沿路上不满干枯的野草 助长了火势 加上强风推波助澜 火苗已经扩散到太平洋 消防员经过70多小时搏斗后 依然控制不了火势 美国消防局出动 1700多名消防员和时间赛跑 全力灌救